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绿卡和签证打指纹的注意事项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客户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专门录一个视频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知道从这个范围来说 以前只是艾斯巴伍的申请或者入籍的申请 像这样的要打指纹 但是根据移民局最近的规定 需要打指纹的申请比以前多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非移民签证I-539申请表 然后要转换签证身份 或者延期在批准以前都要有打指纹的程序 比如说我原来是F2签证身份要转成H4 或者是J2要转成H4 或者我是H1B要转成H4 或者我是B2签证身份要延期等等 在美国的大部分非移民签证要转换或者延期的 凡是要填I-539表的都有打指纹的程序 如果你申请的签证种类是要工作的在美国 要接受Employment 这样的一般要填I-129表 像H1B L1O1等等 如果是其他类别的签证转换或者延期 那么一般要填I-539表 这个总数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呢 如果你申请EAD 比如说J2 EAD L2 H4 EAD等等 在这个EAD批准以前 一般也要打指纹 那么以上是范围 那么时间呢 你的申请交上去以后 过一段时间 然后你当然先会收到申请的receipt 收据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 你会收到达指纹的通知 这上面呢 会告诉你时间 地点 哪一天 什么时间 在哪里 然后呢 有的人比较着急 或者有别的安排 那你也可以尝试呢 这个walk in 早一点去 大部分情况下 walk in呢 还是接受的 当然有的移民局的这个support的办公室 非常忙 他也许不接受 所以case by case 那么也有的人呢 说呀 这个约定的时间 我要旅行啊 别的 那我能不能推后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收到的notice 这张纸的底部 一般来说呢 有这个具体的 怎样联系的办法 跟移民局 打电话 联系 然后要求更改 这个大指纹的时间 大指纹嘛 原则上呢 需要在你居住的地方 附近的support center来做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可以在其他地方啊 比如我正好在别处临时生活呀 出差呀 旅行啊 那么也有可能在别的城市做 尤其是对于绿卡S85类别的申请 至少目前还是这样 然后呢 那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不要把手指划伤了 是吧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有的人做实验啊 别的啊 有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 另外呢 对于一些亚裔的申请人 尤其是女性 还有的这个指纹呢 很细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申请人 有的时候呢 工作很辛苦啊 指纹呢 有的时候都磨平了 遇到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机器辨认不出来 那就比较麻烦 过去呢 像申请绿卡的时候 像这样 你就还得再另外准备一个 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那么怎么样避免这个呢 比如说大指纹 此前的几天 可以考虑 图上护手霜 然后在临睡前 然后呢 可以戴上一个 很薄的那种 像胶塑料的手套 夜里睡觉的时候 这样呢 根据一些申请人的经验 对于大指纹 顺利成功会有帮助 然后去的时候呢 需要戴上你的ID 然后戴上你的护照 还要戴上大指纹的通知 如果你是为亲属申请的 亲属呢 平时不说英语 那么呢 你也可以陪同亲属 到大指纹的地方 完成这个手续 事先要看好地点 大家知道呢 移民局的办公室 做这个 比如说绿卡面试啊 等等其他的 这个办公室 和收集指纹的 技术的 support的地点 不是同一个地方 事先要看好啊 怎么走 另外呢 还有一点重要的呢 你去打指纹的时候 还要照相 确认去打指纹的是本人 另外呢 这个照片 可能会用在 你的EAD卡上 或者你的绿卡上 如果用在你的绿卡上呢 可能十年 就都要用这个证件 所以去以前呢 可以注意打扮一下 好 那么我们讲到的是 绿卡和签证 打指纹的 注意事项 英文呢 叫Biometrics Appointment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